小小孩 小孩子 女孩 你還沒睡好嗎 你跟媽媽抱抱睡啊 小孩子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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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 开肉肉啦 你看我的沙漠玫瑰雪球又开花了 开在驼肉中间 真好看 这一次开的是全白的 上次我们讲这个七佛美妮 有粉丝朋友说 她跟娜娜小沟也长得很像 因为我也有娜娜小沟 在这里就比较给你们看看 娜娜小沟长这样 是有像 但是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样摆在一起 还是分得出来的 但是对于那些刚认识 这两个品种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点错乱 所以 要多比较多观察 其实这个七佛美妮 她的那个叶片 就是白霜 比较明显 而这个娜娜小沟呢 你看她的翠绿颜色 比较通透 有没有哦 比较翠绿 而且她的尖尖勾勾 娜娜小沟嘛 比较明显 比较大 而这个七佛美妮的勾勾 你看 比较小迷你 而且没有像娜娜小沟那么红 这样应该大家可以稍微去别 而且你要记得娜娜小沟比较小哦 是以叶片来说 但也有可能我再养大一点 目前状况是这样 先比较给你们看看哦 娜娜小沟 祝福美妮 可爱玫瑰 真可爱 你看春天到了 她开始长新叶了 也越来越饱满 越来越美咯 这是我大盆的 可爱玫瑰 今天呢我想把这些小山顺里面的可爱玫瑰 大的 大一点的都把它挖出来 把它另外种在比较大盆的盆子里 因为给你们看看 有没有看到这一小叶片 有很多叶片都孵出小芽了 你看看 旁边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我摘下来放在旁边的 小粉红可爱玫瑰 它们已经没地方种了 所以为了安置我这些小可爱小粉红 我只好把这些大的先全部都挖出来 然后把这些地方让给这些小可爱小粉红的可爱玫瑰 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发了小芽 所以我需要空间 等一下就来动手了 然后我挑了这个盆 然后底层一样加发泡链石当透水层 然后这是颗粒我用比较重 用百分之六七十的颗粒配涂 然后这边我总共选了十二颗单头的 把它装在这里 让它们长大 然后这个小空间 就让出来给那个 我这个叶片 你看这个自己种的就是这样 它就是长满了 然后我们稍微 土稍微这样子松一下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直接种下去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每一颗的根都长得还蛮好的 自己叶孵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你看 它的根都长得蛮好的 像这个太长都可以拉一下 你看 自己叶孵的根系就是会比较好 这个都是 像这个我都不用修根 你看 这个另外一批叶片都长出来了 你看 疯空间给它们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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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批 孵出来的小鸭就是长得好 根系都非常好 我们就把它种下去 它这个植株有的大有的小 那是因为它们是不同梯次 不同时间的叶片敷的 有的比较慢 自己叶夫就是可以豪迈的来种植 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用这个水彩笔 把这个土扫一扫 不要太粗鲁 它上面也是有白霜的 大概就先这样刷一下 种好了之后呢 我们铺面石一样用那个 这次先直接用麦饭石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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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部都是我这几页敷出来的哦 现在为了要让下面那批叶片有地方 所以不得已 就先把它们全部养在这里 然后它们会慢慢长大 长大有杆子 盒盆比较好看 到时候再来擦花 看它们长的速度快慢咯 只要把它们拆开 放开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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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至於這些小小葉片就安置在原先這個盆囉 然後過來就等它再次成長 期待下次收割喔 好開心喔 葉夫真的很重要 不然它可愛玫瑰 世上販售也是挺貴的 阿伯那邊賣的比較便宜 仍然是三盆一百塊 而且形狀都很漂亮喔 這邊我全部種好了的 我也覺得形狀都還不錯 只有中間這個太大多了 但是把這個葉片再摘下來 葉夫其實也蠻好的 所以葉夫真的很重要 這樣我就又有很多很多可愛玫瑰了 我還有雙頭的呢 你們看我還有剩下這麼多顆 這個都是多頭的比較多 這個再另外想辦法安置等它們再大一些 然後你看這個是剛才放的這些葉片 就放置在這裡 這樣它們又可以慢慢成長 可愛玫瑰葉夫真可愛 你看這個雙頭的 好可愛吧 好了 這些可愛玫瑰的小小苗 好我們就種好了 我們就等待看它多久 可以長成大盆的 至於那些雙頭的 我就另外安置 到時候再一起看吧 今天這個可愛玫瑰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了 歡迎評論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拜拜